5月5日,志愿者上官正义再次发生举报 重庆安琪儿妇产医院 疑似有多个非法代孕的孕妈持虚假身份 在该医院生产并成功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4日,该医院811房间有一名疑似代孕产妇 上官正义称,根据中介提供的信息 该女子实际姓名为蒋某 却以客户刘某的身份入住医院 并在5月1日,偷公产产下一子 上官正义将情况反馈给医院 该院领导蒋经理表示会对事件核查 并称,产妇入院时要经过严格的人正核对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5日,从重庆市于北区卫健委获悉 卫健执法人员4日晚前往医院调查时 发现产妇在傍晚已经出院 上官正义介绍,他在举报襄阳剑桥医院 贩卖出生医学证明事件之后 发现很多介绍业务的中介依旧在顶峰作案 同时,有很多医院员工向他提供线索 之后,他又陆续举报过 各省份的14家医院 上官正义称,这些代孕者在中介组织下 在其他地区接受胚胎移植 之后来到重庆安齐儿妇产医院 通过伪造的身份入院生产 形成合法的生产记录后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再顺利完成户籍登记 上官正义称,他掌握到该医院 在3、4月份至少办理过两个 这样的出生医学证明 于北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 接到举报后,执法程序都是保密进行 执法人员已对事件取证调查 正进行案情研判 如果涉及伪造证件情节 将移交警方处理